第1019集 胆颤 在莫小鱼的柔情公事下 小野百合渐渐不去想那些不开心的事 这种选择性的遗忘让她逐渐地走出了阴影 好像现在只要是有莫小鱼的地方就是快乐的 你会一直陪着我吗 小野百合嘟着嘴问道 会的 一直陪你 把这个小丫头带到哪里去 莫小鱼还真是费了一番脑筋 最后还是决定将其送到梅云云那里去住 一来呢 梅云云那里很安静 给她找个伴也好 省得莫小鱼不放心她一人住 二来 梅云云没那么多事 不像是渡漫雪和饥渴鲜那样飞蹴满天 小野百合不知道能在中国待多久 所以莫小鱼不想使他们不高兴 带到下了飞机到了梅云云家里 梅云云看着一脸少女样的小野百合 问莫小鱼道 哎 上次你弄个傻子来 这下好了 弄个哑巴来 我怎么和她交流啊 嘿 他就是暂时住在这儿 我找人 让她去学中文 你也可以在家教她 家里有个人多好啊 省得你一个人寂寞 莫小鱼厚颜无耻地说道 我才不寂寞的 我整天忙得团团转 哪有时间寂寞啊 梅云云没好气地说道 莫小鱼拉着梅云云的手 把她拽到了卧室里 也不知道去商量什么了 但是小野百合却很不开心 很紧张 她宁可去住酒店 也不想住别人家里 受人白眼 委屈地低着头 眼泪啪啪地掉在地上 莫小鱼和梅云云说好了 出来看到这一幕时 心里也挺难受的 怎么了 是不是不愿住这儿啊 莫小鱼用日语问道 我想去住酒店 可以吗 小野百合问道 酒店 那不行 那样不利于你学中文 你要尽快地学会中文 那样才能在这里生活 否则你出去就像是个傻子 他呢 是我帮你找的中文辅导老师 刚刚啊 就是价钱没谈好 现在谈好了 你吃住都在这儿 我都是付了钱的 白天呢 去学校学习 晚上到这里吃住 也是增加辅导课 莫小鱼解释道 小野百合一听到 刚刚是这么回事 这心情立马好了起来 原来不是寄人篱下呀 而是为了学好中文 请了中文辅导老师 嗯 我一定认真学习 不会让小鱼君的钱白花 小野百合很高兴地说道 并且跑到了门云云面前 鞠躬至敬 门云云也不知道 墨小鱼唧里哗啦的 和这个女鬼子说了些什么 但是心里还是很别扭 电视上演的女鬼子 也是很坏的 好了 我把人交给你了啊 有事呢 给我打电话 我还有急事要处理 明天我再过来看你们 墨小鱼感到很累 先用汉语告诉门云云一遍 然后再用日语 给小野百合嘱咐一遍 墨小鱼连渡漫雪那里都没去 直接打车去了龙居院 杨帆所住的地方 看到别墅里还亮着灯 墨小鱼上前敲门 杨帆亲自开的门 进来时门卫已经打过电话了 杨帆看了看外面 问道 你怎么来的 没开车吗 我从机场下了飞机 就直奔这里了 还没来得及回去呢 家里都还好吧 墨小鱼看了看家里 问道 谢家人肯定还没回来呢 什么事这么急啊 还是英泽集团贷款的事 杨帆问道 是啊 这事对我挺重要的 您看了他们的贷款材料了吗 能不能按时放款 墨小鱼接过母亲 递过来的水杯问道 只要是有抵押物 贷款没问题 只是审核需要时间呢 杨帆说道 抵押物不是土地吗 只要是手续齐全 这还不好办吗 这笔贷款必须要贷给他 否则 我的计划就不能完成啊 墨小鱼担心的说道 你给我坐下 你在上海打电话的时候 我就想问你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杨帆见墨小鱼又提到这事 不由担心的问道 墨小鱼当然不可能告诉杨帆 自己使用了非常手段 敲诈吕文浩的事 只是把敲诈说成了合作 妈 我和几个朋友盯上刚刚上市的英泽集团了 他们的股权结构和公司的治理结构都非常值得下手 我们筹集了一部分的资金 在英泽集团上市之后 大量购入英泽集团的股票 墨英泽为了保住大股东的地位 就要拿钱去买股票 所以到时候 要么我们控制英泽集团成为大股东 要么在股票的高位 把股票抛给沐英泽 我们在股市上捞一把 这些都是合乎市场规律的 谁也查不出什么来的 墨小鱼说道 听完墨小鱼的话 杨帆静待了 他知道墨小鱼能折腾 但没想到他这么能折腾 那这么说 英泽集团这么着急贷款 就是为了应对股市上的风险 没错 其实这笔买卖不错 妈 我是这么想的 你把贷款手续做得完全合法合规 不要有丝毫的漏洞 把土地抓在手里 把钱带给墨英泽 否则他没钱买股票 我就赚不到钱 一旦你这里肯贷款 这盘棋才活了 墨小鱼说道 然后呢 杨帆为儿子墨小鱼 这么大的胆子感到胆颤 这小子年纪轻轻 哪来的这些本事啊 但是毫无疑问 儿子说的没错 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 然后 如果英泽集团不能按时归还贷款 那抵押的土地 肯定是要拍卖的 到时候 我们也想试试 墨小鱼说道 你的意思是 你们不但是盯上了 沐英泽的钱 还盯上了人家的地 杨帆问道 可以这么说 基本就是这个意思 墨小鱼在杨帆面前 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 说道 杨帆看着墨小鱼 慢慢地站起来 在客厅里躲着布 好一会儿才说道 你们的胆子太大了 万一让墨英泽知道 是你们在捣鬼 不找你们的麻烦才怪呢 墨英泽可不是好惹的 我知道 所以这次参加这事的公司 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只要不是上面想查 凭墨英泽的本事 查不到我们头上 墨小鱼自信地说道 谢谢大家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